入阁满一个月 白天在地法院备巡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3月1号晚上特别抽空返回基隆 邀请国策顾问童勇 洪团张张金华等地方士绅 及基隆府会首长与市议会 跨党派议员举办感恩参序 感谢大家在他8年市长任期内 给予的支持与协助 今天是我上任大概满一个月 所以在之前我也特别邀请 我们基隆在地的士绅跟乡亲 包括我们谢市长还有蔡立伟 还有我们童议长 还有部分蓝绿党派的议员 还有包括我们的国策顾问 跟这个行政院顾问等等 地方上的这个士绅 然后叙叙旧 然后更重要的是怀抱的一个 感恩的一个心情 谢谢大家过去的一个支持跟栽培 所以就是非常的单纯 就是跟大家感谢 然后未来呢 这个不管在任何的一个工作上面 一起来努力 受到出席的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会与林又昌商谈基隆合并升格议题 也希望向这位市政前辈请议 基隆市政相关细节 那之前我有透过张渊祥处长 跟王宇生是参议 在保持联系 这样子 那我也会特别跟他提出 我希望能够在三月底四月初 能够在内政部 好好的去拜访他 那我也会邀请议会的一些同仁 如果有兴趣的 愿意大家来谈 如何让基隆升格的 我们都非常想要跟林部长 大家一起来讨论 来聊聊 看基隆未来能够如何升格 议长同主委 则期盼 牛叉的协助 基隆市 尽快落实建构 步行城市的目标 因为内政部所辖 营建署对基隆未来的发展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国门广场刚完工 那我们力行 我们正在努力推动 基隆的步行城市 因为基隆过去开发的早 工业化的时代 并没有规划人形的空间 那我们又地下人稠 所以种种的因素 你看我们国门广场 完工了以后 大历史场景等等 步到接下来营建署 对我们影响非常之深远 所以我想部长 对基隆会持续的贡献 那我们基隆 也是我们基隆市民之福 对此林又昌也做出回应 当然这个很多的业务跟工作 都跟内政部有相关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地方上如果有需求 有计划 我想我们都非常愿意的 来协助跟支持 另外谢国良在受访时 也证实下午5点 时接到台铁局长杜威来电 对于基隆市政府 提出的台铁直达折中方案 杜局长已经陨落 会好好评估 很感谢杜局长 有给我们一个回应 他今天有跟我们办公室联系 以外我们在5点多 今天有通上电话 那我有跟他特别报告 过去的这个论述 有关于直达特 是指新加开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已经提了 折中方案 那这个他有允诺 会来好好的评估 那这个不管结果是如何 我总是非常感谢 他有在媒体上 听到我们的回应 然后大家立即进入讨论 这一点我要非常感谢杜局长 记者张旗珍 基隆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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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